第一步 把断丝清理干净 清理的 你能看得清 这个洞口 断的呢 都给它 清下去 然后呢 精卫沙线都要清一下 看看哪一根不行了的话 那就不要了 华斯芝它的那个 窍门了 它的窍门啊 就是这个沙线啊 你要足够长 长的你可以用手拉住它 你可以用手拉住它的时候 这里如果是和洞口松开了 你可以拉在下面 把这个洞口再处理过来 第二个步骤 排尾沙 它呢 净尾沙线在那个前边课程 已经讲过了 你就 一般为啥要排尾呢 尾沙呢 它比较稀 净沙比较密 一般是这样情况 但是也有例外 所以呢 你根据它的输密情况 你可以 找它 就是密度不是太大的 那一个方向开始排 好 现在呢 咱就开始排尾 现在 咱先 拱针 一段 出针 然后咱们不是讲过 这个 进针 一定要在中间 这根线的中间进针 这根线的中间进针 这样的话呢 能保证 你的挑压呢 就是在正中间 跟着上一行的情况呢 刚好相反 这上一行是 挑的 这一行就是压了 好 这个织补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织补动作 好 这就可以出针 出针之后呢 嗯 把圆纱线戴上 这样 把它拉过来 好 拉这个线的时候 你的带线细 你这个圆纱线戳 所以呢 要 按住这里 要按住 一直那个手 按到 按到你这个 进针的地方 这样按住它 拉过去 好 然后拉过去之后呢 要回拉一下 回拉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纱线松了 你就要上下劲 要上下劲的 好 这样织进来之后啊 这根纱呀 和这个样板丝 来对比一下 这个样板丝 和这个 明显这个松 所以呢 要把它调过来 这里呢 调压这里 也给它松一下 好 让它这个松紧 跟样板丝一致 好 像这种粗纹的 嗯 也密度也不大的 就可以 嗯 爱真做 爱真做 对吗 哦 对吗 好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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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压正 好,咱继续把线拉进去 因为这个线特别特别粗 但带线细 所以这个不好拉 不好拉的时候就摁住它 摁住这个头 顺着顺势给它拉过来 然后呢 这个纱线第一是要把它的碾度不能松丝 所以这边呢 可以上一下劲 然后呢 把这个劲再回一回来 这个劲首先呢 不能松了 好,然后再把这个织布进来的这个纱 给它松一下 看看它这里是不是跟这个 跟这个样板丝的松进度一致 不一致的话呢 还要再给它挑一下 这样给它挑一下 然后给它做到一致 好 第二根丝织进去了 就这样 把剩余的两行也给它织上 出针的时候 还是在这一根线上出针 如果是出歪了 你看出到这的时候呢 它就不容易压正了 所以呢 从这根线上给它出来 好 继续把线拉进去 还是跟上一行一样 回拉一下 然后把它这个丝松一下 这里呢 跟样板丝松进度要一致 样板丝的松进度要一致 好 继续执第四行 还是从这个线上开始执 这样呢 你才能压得正 这个粗线呀 我用这个不是织布针 而是缝一针 用的粗的缝一针 因为咱那个最大号的织布针呢 是22号的 这这个粗纹的呢 还细 在那个支布针 过于细了 所以呢 就给它用的是缝一针 好 我用这个削布针 我用这个了 有多少 就来 嗯 这一点 就来 那么 效果 这一点 我觉得 呀 真的 好 继续 把这根织进来的纱呢 还回一下 还回一下 回一下之后呢 还是要把它这一个纱线呀 记着一定要把它的松度给它松好了 跟这个样板丝的松度呢 一样 不能太紧了 好 这样呢 该排的尾纱都排上去了